行动党昨晚在彭亨文东的政治讲座变身候选人宣布大会 在一片共同标志蓝眼和老招牌火箭旗帜飘扬下 宣布黄德第二度对垒廖钟来 在上一届大选黄德同样是批着行动党党籍上阵 从1999年开始就稳坐文东国席的廖钟来 上届大选只是以379张多数票 守住这个从独立以来一直都是国阵堡垒区的一席 劳务国席方面行动党东姑珠目里披甲上阵代为首土 国阵肩负收复江山重任的估计是周美分 上一届大选火箭以2814张多数票消灭了国阵的不败神话 马诺加兰第一次出征国席就是挑战金马伦国会选区 国大党前主席拿都斯里巴拉尼威 当年只是以462张多数票守住这个高原胜地 行动党在八个州选区同样是人事大调动 温东属下三个州一席 只有卡玛吉园区上阵 至于梁耀文也肩负着首土重任 社青团政教主任张玉刚将成为达纳拉达候选人 中文字幕作为达纳拉达候选人